北约呢现在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插手到印太区域 我们之前在讨论说是不是有所谓的印太小北约啦 或者是北约亚太化啦等等 那现在北约的助理秘书长他讲话了 他说北约无意成为印太地区军事联盟 但是又有诞书说将力阻中国采任何行动去改变台湾的现状 那但是呢对于北约到底要不要像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 你在东京要不要设个联络处啊那这个可行吗 会不会这样做呢又不知可否 所以现在是不是真的就是我北约不要这么鲜明的 就是让你觉得我是在插手这个地方 有日本就够了吗 日本现在你倒是看到前首相麻生太郎他就在讲 中国直接武力犯台可能性是低的 但是他们会怎么做他们或许要先占领金门 而如果发生这种事的话呢 日本跟美国跟澳洲是有必要团结一致的 然后呢连日本现在的外务大臣 这位女性的官员也讲 对于这个有关维持台海和平呢 对中国释出一个明确的讯息是很重要的 那么日本应该要跟盟邦们形成统一阵线 所以我想不管是前任的麻生太郎还是现在的这位日本女官员 好像他们都想告诉你说 哎呀AUKUS有我一份吧 要不要加上这个JOKUS 这个J加上去 所以日本也想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首先从北约来讲 我觉得北约要加入所谓的印太的地区军事联盟 我觉得以前不可能 现在更不可能 现在北约第一个老大哥 美国都已经想要转向了 北约怎么可能凑上去 更不要讲北约现在还有乌克兰的事情 在后面麻烦了 他没有力气做这些事情的 他也他已经是就算不要讲 他根本无心 他居然有心他也无力 那至于无力 他所谓立足那只是一个政治宣誓而已 什么叫立足立足的方式 口头谴责也是立足 呼吁也是立足对不对 了不起最严重就是经济贸易制裁 过去的每次发生什么事情 只要是碰到俄罗斯跟碰到中国 碰到任何只要是比较这个国力强大的对象 如果是跟这个西方国家利益不一致的时候 他最多就做到经济制裁而已 他没有办法再往上上升的 然后至于日本的话 那其实日本的态度我觉得很简单 就是说如果台湾真的说 这么担心武力犯台的话 其实日本只要做一个承诺就可以了 中共出兵 日本就出兵 就这样子 会吗 所以他其实话术跟北约也不会差别太多 就真的发生到那一刻的时候 基本上都只是口头谴责 最多做到经济制裁 大概就了不起 然后再多一点就是做所谓的那个武器的援助 武器的援助 这三个部分你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你要去期待参战 真正实质意义的去跟中共对战 来去改变台湾这个所谓的 就武力犯台的这个结果 那我觉得那你是想太多 而且现在情况更不可能 那至于说攻金门 金门是个选项 但实际上很多军事分析师都不认为 金门会是大陆的武力 采取武力的最好选项 因为没有必要 但是我倒要特别提醒一件事情 我觉得现在整个国际氛围 快速的转向当中 那直接冲击就是台湾的内部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接下来会出现一个情况 如果是赖清德当选 他很可能会变成处境 有点像陈水扁2.0 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 如果一旦开始修好 他就要开始管理冲突 他就会非常讨厌什么呢 麻烦制造者 所以他就要去管理麻烦制造者 而现在赖清德的整个做法 其实台湾要讲 你看他现在也是继续抗中保胎 所以因此某种程度 赖清德会面对像陈水扁 执政后期 美国把定性为所谓的麻烦制造者 那相反的 过去美国是在压抑和平缔造者 因为美国在过去这段时间是 希望台海是保持一定冲突的 所以对于所谓的 跟中国大陆主张和平的这一端 它是比较压抑的 可是现在接下来我觉得 如果是非绿阵营当选的话 可能就会变成有点像 马192.0的那个时代 两岸的和平的促进 我觉得背景的立场会加速 所以基本上 就会是比较鼓励和平缔造者 是 那这样的话不就是在他们的眼中 会认为赖清德是troublemaker 你的意思是这样 对 troublemaker定性是动态的 对 就跟美国的国策是动态的 但美国希望台海是冲突面的话 他喜欢troublemaker 但美国认为说 现在我已经头很大了 两边不要再弄了 我现在缓一缓 不要闹不要闹 他就讨厌troublemaker 真的是动态的 在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 南京举办的这一场呢 就有看到前行政院长 也是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方理事长刘兆玄 他特别借由这次的场合 呼吁了对岸要给台商内资的待遇 也希望能够提高大陆各项 会台措施的成效 甚至也希望两岸努力的巩固 既有的合作架构协议啊 那么呢也获得了这个大陆的政协主席 王沪宁他的回应 他的说法是 十年来峰会各方积极推进 两岸进展产业合作 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推动两岸经济融合发展 发挥重要的作用 那我想看到这边呢 你不外乎可以听得出 其实大陆方面要持续对台湾释出善意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合作之外呢 那台湾方面是希望说 你不要把台湾 在有一些我们需要的时候 就把我们视为外资了 要视为内资 而且他也特别谈到了一些 大陆方面正在积极推动的 一些产业项目 希望在台湾也能够找到 这些企业家 他们可以合作的利基点 好 凤馨姐 其实这个诉求不就是EGFA 福贸跟货贸吗 这就是福贸跟货贸所谈的 最重要的核心内容 就希望双方给予内资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待遇 那当然那个时候 其实2014年 我觉得其实对台湾来说 无论如何 那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责年 那现在你再回头去 去抱怨 或者是去 有些人可能在那段期间 扮演的角色 然后觉得说自己错了 然后来道歉 我觉得无论如何那一个时机 说过了就过了 现在我们看到刘兆玄所带的 这个两岸企业家峰会 它的可贵性是来自于 目前两岸之间 比较大规模的交流 只剩下这个了 就是说非政治的 但是阶层又还蛮高的 因为过去其实你看两岸之间 尤其你回到马英九时期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海基海协会的交流 其实是非常的频繁的 然后甚至于其实它已经到了 就是官方的交流 你不管是陆委会跟大陆的国台办 然后以及后来的马锡会 就是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个交流一直是在堆叠出 各式各样的交流 民航单位的交流 旅游单位的交流 这中间络绎不绝 所以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交流都是顺畅的 但现在是全部都停摆 只剩下这个企业家峰会了 所以本来这个企业家峰会 我们可以讲说 它本来应该可以算得上 只是一个行里如已的 一个交流平台而已 可是现在中央性就突然 大幅度就太高了 因为除了这个交流管道之外 你还看不出来有其他 可以反映台湾企业界 他们真实新生的一个管道 那刘兆玄讲的这些话 我相信是已经收集了很多 台湾企业家的一些讯息 然后可以做 再借由这样的一个平台 然后直接跟大陆的官方 然后高阶 王沪宁其实他是属于 政协委员 这没有话讲 那当然是最高阶了 那么可以有一个 直接沟通的平台 但是你说效果是不是 会发挥作用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 其实并不取决于 这个平台说了什么话 释放了什么讯息 而是在于 明年的选举究竟结果如何 那个结果才会决定说 那大陆到底对于 ECFA这件事情 是松是紧 释放是收 我觉得这就是取决于 因为就从大陆的解读来看的话 他会觉得你台湾民众做了选择 那你做了选择 你就逼迫着 大陆也必须要做相对应的选择 那我觉得 大家都还在等待那一个结果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